hello大家好我是阿爽 今天下了一整天的雨都没有出门 晚上的话呢约了朋友来我们家吃饭 就打算来做一个小甜点 上次用的这个奶酪啊 然后就试着做一下那个网红巴斯克蛋糕 看教程的话呢是特别简单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了 加入40克白糖 这是一个6寸的七红模具 里面垫了一个烘废纸 现在我们要给它过筛一下 OK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拿出来看一下 表面就是这样分车球的 刚烤出来这个中间 是可以这样子晃动的 要给它放凉冷藏才能吃 这个巴斯克蛋糕就烤好了 真的好简单啊 就是把所有的食材搅一搅 然后烤好就行了 闻着还是特别香的 我想在上面再做一层慕斯 给它叠加起来吃 主要是家里的大奶油 也必须要消耗完了 那个蛋糕的话呢已经冷藏好了 小龙哥现在也出去买菜了 等一下的话呢 朋友就到我们家来吃饭了 今天说是到我们家来商量一下 这个创业的事情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是想说投资一下这个菜鸟驿站 看一下现在行情怎么样 刚好我们有朋友也是在菜鸟驿站上班的 就是说到家里聚一下 然后询问一下这个行情 就是最近朋友集体失业 都在想着这个创业的事情 刚刚的话呢 还是取了一道包裹回来了 这个是大鱼的一道新款豆浆剂 先打开来看一下 这款是在老款的基础上做了很多升级的 看一下这个盖子有一所不一样了 拆开之后呢就是这样子的 还是一个这种手提式的一个设计 我非常喜欢用这一款 就是因为它小巧用起来特别的方便 那这次的容量呢是变成了800毫升 一加三个盒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这个盖子变成了这种金钉罩 就是在打的时候呢 声音会更小一点的 然后里面呢还是这种一提的304的不锈钢 这个看一下刀头啊 变成了这种八叶刀头 打出来的豆浆呢会更加细灭 这款豆浆的话呢是我使用平率最高的啊 因为它就是性价比特别高 然后打出来的豆浆又很细腻 现在的团购价是259啊 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了解一下 因为豆浆汁的话 还是在家使用平率非常高的 刚好冰箱里买了玉米 今天晚上就来榨一个玉米之河 它这里面呢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凉杯 之前有很多朋友说不会这个食材的比例 一般就放一杯半就可以了 小龙哥已经在厨房里忙着做饭了 还挺长时间没有拍他做饭了 今天晚上还有蛮多好吃的 这里有这个鲈鱼牛蛙 然后那里是鸭 那边还有一个小龙虾 今年的第一顿小龙虾提前开吃了 咚咚等你们好久了 他们来了吗 来了呀 哈喽 哈喽 现在他们正在讨论讨论这个采采一战的问题 一会儿 在这里 做得非常拿着 在这里 大厨 看我们好看 有次 这是 我里面好 有机器 可以 有机器 还有机器 很大 谢谢 功夫 我来 这么多 上次我那天还让我的吃这个鸭子 很难吃做的 他说做鸭子我是拿的做 你这是要捧你 你就自己往天上飞 你们讨论出什么结果了没有 现在适合吗 我自己搞 不适合接触别人的 就装飞 这个火机要搞餐点一张 这个火机是做快点好一张 给他去建议 今天的话可以去烧饭一下 有就是我们楼下这个餐点一张 还可以 你们楼下的发大餐 发大餐呀 你们楼下要是转 你们都可以接了 那不可能他生意这么好 怎么会转呢 所以说还是要位置好 我觉得是不是位置好 提前告现在完了 现在吃完饭了来个饭后小甜点 看一下 这个是下面的是这个巴斯克 上面的是奥利奥慕斯 怎么样 还是挺漂亮的吧 有点意思 现在就是味道怎么样了 炒一下新甜品 谢谢 来 吃一下 找了个巴的给你 来 你来检评一下 吃一下 没吃过这个蛋糕 是不是要分开吃好吃 半点没说话可能就是味道不太好 刚录视频是好吃 在背地里又在那里吐槽 还剩下了三块明天吃 今天的话呢我觉得巴斯克是很好吃的 但是上面这个奥利奥的味道不是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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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